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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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講另外一個模式 如果人的這個生物性的存在 其實是被內在宇宙的能量跟智慧 會形塑出來的呢 假設肉體存在的你 只不過是內在的靈魂 顯現在肉體上面的不同階段呢 假設我從這個概念 如果靈魂本身根本就不受限於時空呢 只是靈魂在這一世 靈魂是藉由肉體而顯現出兒童的樣子 靈魂藉由肉體而顯現出年輕人的樣子 靈魂藉由肉體也顯現出好像老年人的樣子 可是那個樣子其實只是靈魂的 顯化在肉體上的不同的生物性階段呢 那麼你是誰 Who are you 各位 你是一個透過靈魂而顯現出不同年齡階段的自己 還是你只是那個顯現的樣子本身 各位這樣知道不同了嗎 所以你們這邊開始學習到的是什麼 比如說假設我說我52歲 各位那只是我的靈魂 現在正在顯化一個52歲的人身跟肉體的樣子 這只是我的內在靈性能量或靈魂能量的一種 物質顯現 所以這個肉身代表全部的我 還是他只是一個內在的我的外在顯現 如果他只是一個內在的我的外在顯現 那麼這個內在的我是誰 我是哪一個我顯現出來的 你們看到的這個我 而這個顯化的力量在哪裡 這個顯化為物質性存在的背後那一股 心靈能量是誰 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講禪宗會問 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誰 父母生我之後誰是我 他講的是能量跟物質的關聯 他講的是我們的靈魂或靈性或賽斯心法所謂的內我 跟現在物質性的你的關聯 各位所以是你從兒童慢慢變老 還是這個東西根本就是一個幻象 他是一個靈性的你在體驗不同的肉身的階段 如果我是一個靈魂永生的靈性的能量存在 那麼體驗兒童的階段是我作為人類很重要的階段 對不對 一個靈性的靈魂永生的能量 體驗成年人的生命階段 也是我這個靈性存在非常重要的地球經驗 那當我這個靈性存在想要完整我在地球經驗的資歷 我有可能跳過老年階段嗎 所以老年階段也是我的靈性存在在地球生涯當中 不可避免的體驗過程啊 原來我不是老了 我在體驗老年階段 那既然我在體驗老年階段 我是誰 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不一樣了 許醫師把各位帶到另外一個層次跟階段 如果我在體驗老年階段 那麼老年的我 只不過是我在體驗的一個肉體裝扮 各位就好像 假設今天許醫師52歲 可是有一個導演來找我拍片 他跟我說 許醫師我們來拍個片 在片子裡面你要演80歲的老人 我說好啊 那怎麼演呢 等一下我們的化妝師會跟你化妝 或現在FB上面也有個軟體 可以讓你知道80歲長什麼樣子 有個遊戲啦 臉書上面有個遊戲 你點上去 把現在的照片放上去 他就顯現出你80歲是什麼樣子 下一個導演跟我說 許醫師我們來拍個電影 在電影裡面 你飾演一個80歲的老人家 那我說怎麼拍呢 那等一下我們請一個化妝師幫你化妝 於是三個小時過後 我變成一個老人家 然後我一照鏡子 老可可 老某某 有沒有 我演一個老人家 請問 當化妝師把我化成一個老妝的時候 老年的裝扮的時候 那個自己是我嗎 是啊 我在體驗那個老年的 扮演的角色嗎 可是那個我 是我嗎 又不是 所以我同時 是在戲裡面的我 同時我是在演 我在戲裡面的自己的那個自己 各位 好 這就是許醫師要講的 這也是我要告訴各位 你們怎麼樣慢慢 邁入學習跟 所謂開悟解脫的過程 你慢慢認知到你的同年 青春期成年歲月 跟你現在這個肉體 你在經歷 你的生命的 種種不同的階段 有一天各位 也不知道性跟不性 你可能會八十歲九十歲 那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比如說 假設這邊有個同學 八十歲了 來 再做有沒有八十歲的 或 你覺得你是在場 年紀最大的請舉手 沒有人要舉手 我是說肉體年齡 我不是說靈性跟靈魂 你舉手 你幾歲 六十歲 我們在場年紀最大的是這位 嬌小玲瓏 二勞又拍戲的 這個 各位 那麼 你是這個六十歲的自己 還是你是一個 不生不滅 不夠不敬 不爭不減 不來不去的 靈魂的 能量 而顯化的一個 六十歲的 肉身的 階段 你是六十歲 還是你在體驗六十歲 各位 其實 某部分兩者皆是 沒錯吧 以肉體的你來講 以在時空當中的你而言 你是六十歲 可是以靈魂的角度而言 你不是六十歲 各位 因為 你的靈魂也許上輩子也轉世過啊 下輩子可能會再轉世啊 那靈魂幾歲你告訴我 靈魂的歲怎麼算 是啊 所以那時候賽斯在寫 靈魂永生這本書 他在序言他就自己開玩笑 他說如果 全地球寫書的作者 要用年齡來排行的話 大概 沒有 全地球不會有個作者 年紀比賽斯還要大 那我跟大家講 賽斯年紀大概有多大 賽斯說 在地球形成之前 他就已經是賽斯了 他就知道 他是誰 來地球幾歲 五十億 對不對 五十億 所以如果你用歲月來算 賽斯的地球年齡 已經超過五十億歲 五十億啦 五十億歲 所以他開個玩笑 如果作者要用年齡來頒獎的話 大概古往今來 不會有人贏過他了 因為從地球形成之前 他就已經存在了 好 如果我從這個角度來比喻 我們的靈性能量 我們的 靈魂的年紀 來各位你幾歲 好 所以許醫師不是有本書嗎 叫孩子都是什麼 老靈魂 他其實 是個小孩 來這個小孩幾歲 他是個九歲的肉身 可是我告訴過大家 在靈魂的 輪迴轉世的經驗 他是比我們豐富的 好假設我們講 轉世 十世好了 各位也許你現在在第 九世 第八世 他考不好已經是第十世了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他現在的肉體年齡是九歲 所以我常講為什麼現在小孩子 從很小就很有個性 從很小就有自己的想法 有沒有 這我不要 我們以前常常到 國中高中都還呆呆的 現在小朋友很小就很有個性 很小就有自己的思想 這我不要 那我不要 他開始有自己的很多的判別出來了 好我再回到這個部分 所以真正的所謂的心靈醫美 他是把我們整個認知的結構 從架構一轉到架構二 把我們的認知結構 從被宇宙的次要定律 轉成主要定律 來次要是什麼 次要我就是剛剛我告訴大家的 目前這個世界的主流思想 人是一個生物性的存在 人從出生邁向死亡 從輕鬆活潑邁向毀滅 各位 我剛剛告訴大家了 以賽斯心法這個模式是完全錯誤的 好那回到剛才那個論述囉 各位 遊戲就來了 如果我是一個不生不滅 超越時空存在的靈魂 在時空的狹隘焦點當中 顯化為這個肉身 那當然我知道這個肉身 身分證拿出來 我是五十二歲 沒錯 可是請問 在我的 靈性的能量 靈魂的能量 跟我的肉身當中 有沒有更多的反饋了 意思是說 我是不是 越往這個方向的體會跟了悟 我的肉身性的存在 也漸漸不受時空的限制 現在知道我在講時空膠囊了嗎 知道我在說清華裔的嗎 各位 這跟你害怕年老 抗拒老年 是完全不一樣的境界 當我的主要認知 不是認知為一個在時空的牢籠當中 避朽的 避退化的 避老化的 避老化的 跟著我們舊的醫學認知模式 而顯化為一個不可逆的 沒有任何的辦法的 只能認命的 讓時空的洪流 各位知道剛剛學識那個比喻 時空的 時間的洪流一直往這邊 我一直要對抗 直到有一天我累了 我兩手一放 我就讓這個時空的洪流怎麼樣 衝走了我就怎麼樣 我就死了 原來我們在對抗衰老 原來我們能活幾歲 是在對抗老化 各位 你用膝蓋想也知道 怎麼宇宙會存在一個東西 讓我們去對抗呢 你覺得對嗎 我們在對抗死亡 我們在對抗衰老 我們在對抗心肺功能的退化 所以我們用呼吸器 我們用葉克膜 我們用所有的醫學 在跟死神拔河 在對抗所有的疾病跟衰老 包括慢性病老人病 來各位你覺得 以邏輯而言 這是對的嗎 其實我剛剛講海流這麼強 你拼命的游 有沒有 游到後來你一定會累 是海流的能量強 還是你能量強 一定是海流嘛 各位最後你一定是力竭而亡 好我再回到剛剛講 如果我把認知從架構一 挪到架構二 我開始認知的 不是我的肉身 是認知我的肉身 為我內在 靈魂能量的外在顯現 那麼我就開始認識靈魂能量的創造力 所以這個靈魂就可以在兒童 成年老年當中 玩出很多的變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賽斯心法說 可以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人 具有兒童一樣的赤子之心 具有年輕人的敏捷 體力跟健康狀態 這樣故為 打通任督惡不要沒有 所以你們在購賽斯都購片面 你們沒有大家怎樣 全部融會貫通 這就是為什麼賽斯心法說 一個 我們現在認知的老年人 可以同言合法 可以像小孩子一樣 笑起來 天真可愛 各位但是現在老年人是這樣嗎 是連狗都閒喔有時候 固執 僵化 有沒有 以老賣老 各位我講 當然不是很多老人家 有時候我們在 開車或在經過一些馬路 各位有些老人家 他過馬路沒有在看車子的喔 他走他的喔 他覺得車子都有自動迴避系統喔 各位你懂我意思喔 有一位老人家 很老還在騎著摩托車 他沒有在看車子的喔 紅綠燈參考用喔 還逆向喔 對然後過馬路沒有在看車子的 這個車子你要知道他老了 要小心 很奇怪他就覺得好像 對 所以我剛剛講 現在的老年人 既不健康又不快樂 然後又覺得自己沒有用 有自欺一點的活短一點 不要拖累孩子 沒有自欺一點的 就自己多苟延殘存幾年 各位 現在的老年人不快樂 所以算式心法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如何看到老年的靈魂的價值 跟世俗的價值 我現在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世界都沒有 而且根本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 這才是在世心法好玩的地方 連這個概念都沒有 連這個概念都沒有 我們現在對老年的認知 是完全對老年人的誤解 但是你舉目望去 有多少快樂的老年人 各位 我常開玩笑講 就算我去看我媽媽 有時候真的五分鐘 quota就到了 不要再念了 不要再說負面的話了 你能不能去交個朋友 多出去走一走 多會有一點笑容跟陽光 你不要永遠在講那些不開心的事 來 是不是 對 到最後老年人 大家都迫不得已 必須要去看他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都不要靠近 對不對 因為 代良 就是自己的長輩嘛 父母親嘛 可以的話都不想靠近 靠太近 又覺得應該要去靠近 是啊 怎麼會這樣 老年人身體出問題 像我一次我跟我媽說 媽 不要再抱怨所有身體的問題了 我的臉怎麼下垂了 我怎麼昨天又睡不好 我最近怎麼這邊又酸這邊又痛 我最近怎麼小便濁濁的還有泡泡 我自己怎麼了 我自己怎麼了 媽 生命不是這樣 生命不是這樣 不是到這把年紀 所有的焦點 時間 精力 金錢 都花在什麼 對抗疾病跟死亡 通通花在這個 臭皮囊上面 但是我不是說臭皮囊不重要 各位了解嗎 怎麼年紀一大 所有的焦點 都放在健康疾病 怎麼養生 你看這些老年人談的話題 通通很低級 不好意思我這樣講 但是我意思是說 這可以改變 這可以改變的 因為你認同的是生物性的自己 你認同的是被時空框架性的 這個展現 你認同的不是這個 肉體顯化的 背後顯化這個肉體的那個力量啦 這樣大家明白了沒有 今天如果你認同的是顯化這個肉體背後的力量 各位 那你就完全不一樣了 是 你穿衣還是衣服在穿你 你不會衣服跟肉體分不清楚吧 來 誰會把身體跟衣服分不清楚的 這樣明白我的意思嗎 肉體是內在靈性能量的什麼 衣服 衣服沒有不重要 不要每天在補衣服啊 越補越大洞 各位了解了嗎 你必須了解這個肉體是內在 偉大靈魂能量的外在顯現 所以隨著每個人顯現的能力 顯現的智慧 對這個顯現的 機制了解的不同 我們會有80歲 可愛健康 準備娶第三個太太的老人家 我們有80歲中風兩次 大小便要穿包大人 然後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家 明白了沒有 各位 我們甚至可以有80歲的老人家 可以重新再創業 重新再成功 好 我這幾天演講 我還舉了一個 最近新聞上一個很淫蕩的例子 一個新聞啊 83歲的老婦人 然後在那個社群網在炫耀 炫耀他83歲喔 炫耀他近8個月來 跟50個不同的男人發生性關係 最年輕19歲 平均50歲 來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有看到請舉手 這種新聞都是我們常常 一定都會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會跳出來 我們又會看到 來 對不對 這個男同學 有沒有 一個83歲 一個以美國歲83歲 我們 這個華人 大概已經算快85了喔 他說近8個月來 跟50個不同的男人 發生性關係 最年輕19歲 平均50歲 各位 採陽補陰知道喔 我記得以前 儲留香裡面有一個無花 無花和尚有沒有 因為 許醫師小時候 長得還算蠻俊美的 所以雖然我的外號 不是儲留香 但是至少也混到一個無花 因為我們以前念國中 都要理那個五分頭嘛 然後這個同學 就給我取了一個外號 叫無花和尚 結果後來果然我哥哥去當和尚 好 無花有一個媽媽 叫什麼 無花的媽 沒有 我也就忘記他叫什麼啦 無花有個媽媽 無花果沒有啦 沒有無花果 我也忘記了 無花的媽 她 練一種 長生不老公 差點讓儲留香愛上她 就是一個 anyway 也許是 六七十歲的人 可是 顯化出來的是 二十幾歲的樣子 來 各位 我要說的是 這個是可能的 但是 我說這個可能 不是因為你怕老 抗拒老 而用很多東西讓自己變年輕 而是你認識到後面 賦予這個肉體能量的那個靈性存在 而做的一種再創造的功能 你們知道這不一樣囉 一個是在肉體層面 抗拒 想維持自己 要休息 要休息是不用了 賣書等一下結束再賣就好了 我們演講最重要 等一下結束要買書喔 不然等一下我要被欠職主任打 因為我們庫存太多了對不對 我就知道 我一拆我就知道 好我們等一下結束 許醫師留下來 簽字啦 其實簽字也就是個噱頭 就是要大家買書的意思 就講了半天就是要賣書的概念 因為庫存太多 還有什麼 還要合照 那都是假的啦 那都是噱頭 好 我剛剛講到什麼 無花果 無花的媽 不是 就是當你開始了解到 肉體存在 其實是 內在 靈性 靈魂能量的外在彰顯 你就能了解這個運轉的機制 你就能在80歲的時候 顯現出 3 40歲的體能 跟健康 各位 我常常開玩笑講 許醫師從30歲 40歲 到現在52歲 我一直覺得 我每過一年 都是我邁向體力的巔峰 我現在整個體能狀態 還在往上坡走 各位 我那天FB也PO一個文章 我覺得挺好笑的 我跟我太太去爬山 就 公定你知道嗎 我們那邊 小壁潭那邊有一個 河美山 宮頂 152公尺 海拔很高啊 152公尺 這邊有一個三角點喔 它有 我FB上面有 宮頂 然後一路都上坡 我就一路這樣子 上坡 就看到我太太在後面 氣喘吁吁 就是跟你老婦人沒有兩樣 你知道嗎 我就說 我最近體能變這麼好 一路上坡 對 後來才想到 我現在 每天都跳繩兩千下 然後 一路就到山頂 回到家 怎麼覺得還不太累 再跳繩再跳兩千下 然後我太太 竟然腿痠了三天 我就說 老太婆加油啊 各位 所以 我從我離開三十歲那一年 我每年的體能 每年的健康 都在往上走 而我這一輩子 最健康 可能就是在我 死掉前的 那一天 蛤 各位為什麼不行 當我決定 我拋棄一下這個肉身的 我可以在這一輩子 最健康的那一天 離開這個世界 誰說不行 那你們不一樣喔 你們是怎麼樣 過了二十歲三十歲 開始 然後 看醫生吃飽養品 做醫美 有沒有 一直往下走 到你們健康 最糟糕的那一天 離開這個世界 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嗎 有沒有完全不一樣 現在 知道 賽斯青法 在玩什麼遊戲的嗎 來 look at 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真正 靈魂的模式 是應該 你從離開二三十歲 你的體能 或你的各方面 包括 你的智力 因為糟糕的是 我們在現在主流認知 連智力都會下降 老都會變笨 記憶力降低 腦子都變空洞 海綿你知道 sponge 老人癡呆 心血管硬化 記憶減退 然後準備要開白內臟 也不知道熟了沒有 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這個模式就是因為我們的主流認知 是錯的 因為他從來不知道 什麼叫身心靈背後的那個靈性的存在 沒有 那有的話就是過去的宗教 片片斷斷扭曲框架 沒有 所以我剛講 大多數人都是過了二三十歲 免疫力下降 不斷的下降 然後不斷的跑醫院 不斷的醫療 不斷的 做所有的保養 到你身體最糟糕的那天 最後你死掉了 多麼無奈 多麼悲傷 多麼可憐的模式 不但身體退化 人還變笨 還框架還變固執 還變得不有趣 還沒 各位 好想要這個模式的 你繼續走這個模式 不想要這個模式的 你開始來學賽斯心法 就這麼簡單 對啊 我剛講了 誰說不可以 從你離開二三十歲 恰敏可愛 頭腦靈活 大家用卡手 麥 麥 麥 那個老師我不太會 各位 然後一直到你最健康最健康那天 覺得老子活膩了 我決定要死了 然後 靈魂順利離開肉體 留下這個肉體 最後送到賽斯村做土葬 要不要做那個樹葬 各位 為什麼不可以 這才是對的啊 所以學師今天講的是一個全新的模式 這個模式是建立在一個全然不同的架構 跟不同的認知 而窘益於現在全世界的科學跟醫學的認知 因為科學跟醫學從來就無法解釋靈性啊 你用科學解釋愛給我看 對 我愛你一萬年 一萬年是多長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愛你有幾分 七分熟八分熟嗎 還是五分略帶學 對 到底幾分 有多深 幾年 怎麼量化 心靈無法被量化 它是一種感受顯化為具體可測量之現象 所以所有具體可測量之現象 均來自內在能量與靈性概念的外在顯現 科學只能測量以顯化之部分 明白了嗎 各位 就像你看不到我的心 你只能看到那顆傳介 而傳介不一定代表我的心 它只代表我想 控制你或想得到你而已 各位 好我們再回到剛講 在年華老區裡認識你是誰 各位創造力 有沒有發現許醫師在講創造力 賽斯在靈魂永生講了一句話 如果賽斯說我是五十幾億歲的人 我現在都還這麼開朗活潑的 在這裡 那麼你們呢 一個五十億歲的人 現在都還歡唱著生命之歌 都還帶著這麼大的宇宙的喜悅 在做他最想做的事 在做著利己利人利益眾生的事 那麼有何衰老可言 我記得之前我在這邊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馬來西亞的總理 馬哈迪 應該是一年前還兩年前 九十三歲 出來競選 擊敗了馬來西亞執政五十多年的執政黨 他今年是九十五歲 是現任的馬來西亞的總理 各位 我五十二歲算什麼 人家九十五歲 成為馬來西亞的最高領導人 你呢 各位我要說的不是五十九十五歲這個肉體 各位那同學嘴巴都張得開開的 我說的不是九十五五歲這個肉體 我說的是這個肉體背後的五十億歲 五十千歲 五十萬歲顯化的這個 九十五歲肉體 這個肉體算什麼 各位明白了吧 所以你們是一個什麼樣內在能量的顯現 這才是重要的 這個內在能量的顯現顯化為一種創造力 顯化一種生命的力量 顯化為一種免疫力 顯化為一種你的整個心血管的一種健康 明白了嗎 各位所以賽斯心法的這個模式 其實是從心靈 從認知 從整個 觀念的 徹底的顛覆 現在有一點知道許醫師在做什麼事了 我從來都不像各位想像表面的這麼可愛 許醫師很恐怖的對不對 謙思主任 許醫師很恐怖的 因為當我接觸到賽斯心法的那天我就知道我必須要來顛覆全世界了 因為這個世界必須進步到另外一個東西 否則眾生太辛苦了 你看我自己是醫生 如果這個概念不打破我再怎麼一有什麼用 所有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每個人都在跑醫院每個人都在生病 你看多少等著排隊開刀 各位我再怎麼當醫生我有一百隻手我也不夠 救這些眾生明白了嗎 我不如在心靈的領域 讓眾生開始往不一樣的方向去 打開 各位就像我剛剛講 好 其實這個主題定的很美但這個主題是錯的 在體驗年華老去的幻象裡認識我是誰 有沒有 各位 因為年華老去只不過是內在靈魂能量的外在顯現的一種體驗 我剛剛講就好像導演把我畫成八十歲的妝 我在戲裡面演一個八十歲的老人 等一下卸妝之後我又是誰我又是我 各位就像許醫師跟你們保證 今天假設各位你九十歲死掉 你死的時候可能是 也中過風也好 骨折過也好 拿著拐杖也好 做倫理也好 或臥床兩三年也好 許醫師跟你保證 你往生的下一秒 你開始在那邊跳 那就是你的靈體 明白了嗎 那就是你的靈體 在你肉體往生的下一秒 你就在那邊跳了 然後 中風的 你開始可以動 老人痴呆的 開始變得腦袋靈活 斷手斷腳的 不管也許你是糖尿病節肢 對不起那個腳 沒有任何的損傷 你就像個小孩子一樣在那邊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就是我們的靈體 就是我們內在靈魂的一種顯化 可是因為顯化在肉體 我們必須受生物法則的限制 可是當我們一個生物性的存在 越了解這個顯化的背後的靈性能量 我們越能夠產生各式各樣的變化 我剛剛那句話還沒有開始講 如何是一個 年老的人 具有小孩子的 可愛活潑 具有年輕人的 體能體力 具有成年人的成熟穩重 跟創造力 所以這個老年人 他的基底是老年人的智慧 以及一生的經驗的累積 而 加上了 年輕人的 活力 跟創造 加上了小孩子的不受限制 跟天外飛來一比 各位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畫面嗎 什麼畫面 這麼恐怖的畫面 而任何的外貌 都只是內在 靈性能量的 顯化而已 各位 可是這個顯化 就開始可以神通變化了 這個顯化 就不是現在 你必須 不可避免的 無可抗拒的 被他變得必須衰老 退化變笨 不是了 不是了 人的那個創造力自在出來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 對 打個比喻就要像 你自己是老闆 自己發自己薪水的 而不是 每次公司發你薪水的 就不是了 就不是了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在這個 老化的 或年華老去的 這個新的模式當中 你越了解 所謂的 內在靈魂活力的創造力 你越了解 現在的你 只不過是靈魂 隨著歲月 而展現不同階段的一個肉體的顯化 它只是一個顯化 而且這個顯化 它甚至只是一個階段跟幻象 就像剛才學識那個比喻 你今天一旦肉體結束了 各位 你 你就不會是那個肉體的你 你會回到一個 在路上走路會跳 來 你什麼時候看過一個老人家 在路上這樣走路 你只有看到那個 舔不知识的小朋友會這樣啊 小朋友第一天上學 常常這樣 沒代沒代有沒有 你什麼時候看到一個 七八十歲老人家 你走路 走路這樣 等一下 先講個笑話 昨天勸志文去接我 後來就在那個 陳大會館附近 帶我去吃晚餐 跟吃冰 雪花冰 其實是走路真的是這樣 我多久沒有在路上走路 那種逛街的感覺 太忙了 說實話 這是我有病啦 昨天吃 吃那個 什麼 小龍湯包 什麼 七層 九層塔啦 你等一下要降兩級 九層塔 蛋餅 抓餅 然後吃這個蘿蔔糕 吃完之後 又再去吃雪花冰 害我回去半夜拉肚子 各位 我在路上就 我去這樣走路呢 國際級的身心靈大師 所以我希望看到以後 全世界老人家都是這樣走路 他可以讓你看到 他老的樣子 他也可以讓你看到 他根本一點都不老的樣子 因為那只是一個 內在能量的外在什麼 顯化 這個顯化 是跟著內在能量的波動 而顯現出外在的各個不同的樣子 這樣各位有點理解許醫師的概念 你看 有時候我在講台上 我就是 世界級的 我敢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的 身心靈的大師 真的不要臉死 既不要臉又第一級 可是有時候走在路上 我就是一個小頑童 潮皮的要命 潮皮的要命 跟老師讓周遭的人覺得很丟臉 shan on you shan on you shan on you 什麼意思 you 到更小 怎麼這麼幼稚 對 是啊 各位 因為我不是我 我只是來扮演世俗的這個角色 我的肉體只是我的內在 外在靈性能量的外在顯現 他隨著我對自己的認知 他隨著我內在的self image 隨著我的信念 隨著我的能量 隨著我的情緒 而顯現其外在不同的樣子 這樣各位知道嗎 所以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 而我們正在學習如何創造一個 全然的潔心 全然的 截然不同的 你想要成為的自己 好 那我剛剛講 這個主題其實是 好 我講三天三月都講不完 如何破解我們過去的那個老化模式 因為那個老化模式是根深蒂固 從古道基一直流傳下來 他也被我們的主流思想 科學醫學所不斷的什麼 強化 所不斷的強化 那今天因為我進入賽斯心法 我把自己整個 解脫出來 震脫掉那個觀念的框架 回到一個海闊天空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創造的狀態 於是你可以從你內在的 靈性能量的如何向外顯化 而在裡面加上 很多你的 一個 憲念 憲念 對 那個憲念是 你如何呈現出一個 你覺得 你很想成為的那個自己 不只是外表的肉體 他代表的是這個人整個的精氣神 他代表的是一個 永無止盡的創造力 這跟我們以前過去 這麼老就沒用 老了就沒用 越老就越無用 只要我帶孫 帶兩點就累得要死 有沒有 然後年紀越大 記憶力越糟糕 每天就是關注健康 每天就是關注在 保養 然後失去了所有生命的快樂 跟喜悅 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是什麼 不對的 不對的 好 所以許醫師也好 我們基金會也好 我們一直在建構一個概念 我們也一直在落入實證 落入實證 這個實證是 我們真的可以落實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而真的建構出一個我剛講了 任何年齡階段的人 就算小朋友也是 當我們認知到的不是只有我們的肉體 甚至一個小朋友都能擁有老年人的智慧 年輕人的那種活力 跟小孩子的天真 年輕人可以獲得老年人的好處 小孩子的優點 一個老年人更不用說 而不同的年齡 呈現不同的春夏秋冬 各位 之美 而每個都是 內在 靈性 靈魂能量的 外在的 美麗的展現 讓你覺得 活著真好 生命真棒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 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希望各位 你們聽得很開心的 你一定要 繼續學習 賽斯心法 真的是很棒的東西 它會轉化我們一生的一個現狀 好不好 那等一下 剛才講要賣書一下 我會在外面來幫大家簽名 謝謝大家